真的假? 來啊!開吧! 開吧! 嘩!三千萬啊! 三千萬啊! 大家好 看不見這影片是白旗爆SS 然後上面的水碟卡了3300萬 所以結論是白旗是可以打的 實際上你們是不需要那麼害怕的 事出突然 台版的官網公佈了12月6日 已經有不動明王給大家打 其實挺惡然的 因為11月才開了大黑天 想不想隔一個月就開了不動明王 給台版的玩家去玩 這影片主要是分享一下如何打不動明王 首先要先說一件事 由於不動明王的戰鬥部分 都略為長 所以就 skip 了頭頭三版的蘇生戰過程 直接用中BOSS開始 因為頭三版的蘇生戰 都不需要很多 現在先進入版的攻略網 BOSS就是魔族 然後你要去防的東西就是主力 重力和地雷 我只能夠說 路西法是可以進入的 因為路西法你可以用敵人的重力 罩去幫你殺車 然後幫你設位和同一時間去避地雷 然後可以憑他強大的圈圈和號令 就可以去抽水之餘 又可以一次過瘋狂去爆技打BOSS 但當然你自己要小心地雷 我只能夠說 然後這一堆就是一堆色正重 你會看到台版有的 例如白牙、金剛戰士、飛機女、螢光軟、阿波羅 然後火神X、蒲公英、羅蜜鈕 然後無課金重 例如阿修羅 水碟、天狗 我只能夠總括一句很簡單的說話 在台版現行的狀況下 應該沒有一隻貨金重是對應過白牙 白牙在台版這個狀況 等於我們入版最初開不動明王的狀況 白牙是最大的MVP 沒有一隻貨金重比他更好 甚至金剛戰士、飛機女、螢光軟 全部都沒有他那麼好 我只能夠說 直到瘦神化、光神和火神X之後 當然就不同說法 但你們台版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 這個就很遺憾 我只能夠說這一刻 例如有幾樣東西要特別留意 例如這個攻略網上推介的對應重 你會看到是沒有負幽林 是沒有穿家康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自己用一下就知道 其實他們是太小力了 然後SS也不太方便 而且他們是貫通飛彈 那些貫通飛彈是會因為場上的target 有複數的target 然後會分散他們的攻擊力 令到你對BOSS的輸出就不太好 因為BOSS戰那兩板 那三層 我只能夠說 不要說三層兩層 BOSS戰那兩層 你是需要留活口 你不能夠一次過清一場 才慢慢殺BOSS的 這個是他們的打法 如果你是用一些貫通飛彈 那類型的重去打的話 你很大的機會 不小心會滅了狗 不小心滅了分身 那你就麻煩了 所以是不建議用那些的 OK 然後到羅馬歐 羅馬歐有人會在問 或者有人在說 那究竟應該是用神化好 還是用進化好 那到日版打到 即是由八月幾九月 打到十二月這個moment 我只能夠說 進化的羅馬歐好 比神化的羅馬歐好 因為譬如我剛剛已經說了 BOSS戰那裡 它是需要你日流活口的 意味著你羅馬歐這種連鎖混石 是不能夠一次過撞到整個場的target 那你的傷害已經受限制了 所以譬如你這個狀況 究竟你會不會用得好呢 還有它是三十湯的混石 即是你一場 你只能爆一次而已 那至於相反 這個進化的羅馬歐是什麼 它就是真正的拆彈 第一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 它就是它的SS 是十八湯的加攻加速 即是譬如你要救命 你要去卡位的話 它那種技是方便一點的 還有你一場 你可以爆兩次 那這個就是神化羅馬歐 和這個進化羅馬歐的差異 只能夠說 然後到火神X 火神X 火神X不推介你獲得太多 因為火神X的白爆是有利有弊的 白爆炸到的友情 全部的傷害會減半 那你會可能因為這一樣東西 令到你的輸出不夠 那還有本身 其實這隻火神X神化 它本身的友情輸出也是偏低的 那這個你必須要注意 那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的SS 它的SS是不太安定的 你可能會撞到一下 不知道跌到哪裡 那這個就要小心一點 那最後的終局就是 譬如說蒙課金那裡 假設我建議你放一隻 譬如你打你什麼事 都是放一隻阿修羅 好了 水碟也是等你有經驗 你懂得打的時候 你才可以嘗試 因為在這個moment 的重的選擇裡面 你放一隻水碟 你會令到你很大的機會 你會殺不及不動明王 如果你不太懂卡 或者卡位卡得不太準的狀況下 所以你如果正常來說 你無課 你還是拿一隻阿修羅 好了 那如果你過一個陣裡面 有阿修羅和水碟的話 那請自求多福 那現在這個時候才開始 正式去到戰鬥部分 我只能夠說 那我剛剛都正如我剛剛所說 我轉回網站 那一開波這堆寵物裡面 一開波這幾個 這幾個版的蘇生戰 那最佳的方法 你都是要撕掉牆上的雜責 然後再慢慢去教 兩隻蘇生的血 然後一次過殺死他們 OK 那因為兩隻蘇生是同時殺 在同一個行動會裡面殺死 要不然他就會不斷復活一些怪 不斷復活一些怪 你還沒殺死蘇生的時候 蘇生是不會復活一些怪的 但當然你殺死他 他就會復活全場死了的怪 那這個就必須要注意 所以最佳的做法就是 譬如像現在那樣 你四隻打橫牌 你這頭兩隻三隻 最好就是向上彈 只撞這幾隻 那當你清掉這些怪之後 你才慢慢撕掉這些蘇生 另外就有個特別的注意位 就是這個 金剛戰士和飛機類 那你們覺得大家都好似 他就是有地雷對策 還有防衝 然後那個SS就是號令 那究竟哪隻好一點呢 或者你會覺得哪隻容易上手一點呢 那我只能夠說 金剛戰士飛利普 是比飛機類好 如果你說容易上手道的話 因為金剛戰士 它是要儲氣才會有防衝 那儲氣才有防衝的話 你就真的意味著 你可以用它的重力來殺車 然後你可以控制你的輸出 方便過飛機類這種天生防衝 這個就是它最大的好處 但當然之後爆開號令的時候 例如有防衝的重 就在一個時刻有優勢 但是前面這一段 這幾段 你也是最方便的 那譬如 還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譬如狗 狗它會開雷射 那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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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五千一 hit 然後這些會放飛彈 這些會放飛彈的重 就會放地雷 地雷 一個黑色的大概八千 然後一個黃色的地雷 三槍爆的 就大概扣五六千 那這個必須要注意 那這隻狗 就會是一個 八爆炸的減攻 最好在它爆你減攻之前 就盡快KO它 然後這版第三版的蘇生戰 就最麻煩狗攻旁 就是最多生手會死的 那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殺死了那堆雜雨 才慢慢去教它 那最後最好的做法就是 你不斷找寵人去卡 去塞它們的那堆位 那這些那堆位 這些那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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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隻正常攻擊力的重 譬如你水貼也好 其實你塞在這些那堆位 左右彈也好 其實你也是夠一次 是殺死了兩隻狗 那這個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去到BOSS戰 開始 中BOSS 那我就開始去片 中BOSS最理想的狀況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有一兩隻 就塞在它右邊的那堆位 就設定好位 那其實呢 中BOSS第一層 這四隻的 蘇生 這四隻的怪 是不需要理的 那然後 譬如我現在這樣 就數一下它的攻擊模式 那這一個就是飛彈來的 大概全體有8000左右 那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就是 6萬箱的全體落雷 那最好在11ターン之前殺死它 那這一個就是 CALCHAR LASER 大概7000一隻 那這一個就是放地雷 那這樣就打橫一排 那其實基本上 這就是小心 這個名仔 那個CALCHAR LASER 就可以了 那然後去到這裡 那其實最主要 就是 首先是 阿波羅 推我們 那些重相 令到他近一點 這個弱點 那要講一講 就是 整個場 這個位 所謂的MATCH POINT 其實就是這一點 那它要撈 如果 你個人 實際上 在這些位 這些位 打橫卡是不同的 它最窄 就是這個位 那如果它 撈這個弱點 給你 以及你個人 在最窄的這個位 去撞的話 那你大概就可以 即是你可以 一下卡死它 那如果它 不是撈這個弱點 給你 你甚至站在這個 最好的位 你都不能夠 一下殺死它 那如果金剛戰士 飛躍普在這個位 在這裡的話 它要怎樣卡呢 其實就是 要向左下 四階 或者右下 四階 然後搏自己 能夠放進去 一個最窄 最窄的位 記住 這個五字 這個地雷位 先是最窄 然後 基本上 卡死它 到下一層 中波士的第二層 中波士第二層 其實 玩法都幾類似 如果你一開波 還未設定好位 就算現在設定好位 也好 它不撈個弱點 給你的話 你也是一下卡 不死 就是本體 記住 這就是分身 分身 就是三腸 會回滿 本體一次血 那你自己 必須要留意 然後 另外兩腸 就會放一次 打橫拉薩 很痛的 一下一萬 如果你在這些位 你基本上都死了 然後 這隻本體 跟剛才沒有分別 都要小心 那些牛 這一版都要很小心 如果你的位 本身不漂亮 不是設定好位 的話 我建議你殺了這幾隻 雜兵線 然後 再KO 這隻分身 然後再割 本體名 記住 本體 你最好都要 11腸 下雷之前就KO 這點你必須要留意 但是 我現在的位 就好 它也把弱點 我去卡位 如果記住 它不弱點 給我們 的話 你是一下卡不死 這隻名 這隻名 250萬 這隻名 200萬 血 然後 卡位 正式進入 波士戰 第一層 第一層 沒有什麼特別的 階段 因為第一層 波士名 只有150萬 血 很少 研究 有四隻狗 有四隻 雜兵 這四隻雜兵 不太用力 總之你在撞名仔的過程下 你應該很容易會經常殺死他們 唯一最要小心 就是這幾隻 蘇生 這一個 左下角的倒數 倒數 本身是八 turn 如果八 turn 你不殺 的話 他們一到八 turn 就會八爆 是必死的八爆 最好就是 如果你看到 倒數快要完 的時候 你就殺死他們 就把八爆 剩下的數 你就慎防自己 千萬不要死 總之 在這一版 你應該都是 以這個友情去抽水 其實實際上 這一隊來說 整隊 都是 友情的輸出 那個抽水力 都是一般的 所以 就會令到 我們打得很久 比如說 如果你用路西法 那些 你黏著 在這些位置 你不懂地雷的 這些位置 上下 左右 然後 找些同伴去撞路西法 那些圈圈的話 是會令到 你打得很快 是的 OK 然後 比如說 這一層 BOSS戰的攻擊 Pattern 這個位置是放地雷 這個位置 就是放一個 十字Laser 十字Laser 大概又是七千幾八千 一下 然後 這個 就是大招 本身是 這個 十 招 還是十一招 這個也是十一招 十一招 九萬五的大招 必死的 你要在他爆這個大招之前殺死他 然後 這個 是 飛打 實際上 不知道有多痛 因為都沒什麼人吃過 通常都在九招之前就KO這個 即是KO了第一層的名制 第一層名制最好的狀況 就是你過板的時候 你有一隻的反射重就 放在這隻狗的下面 之後你要打BOSS戰的第二層 你 就會 很輕鬆 即是如果 這樣的狀況 那 譬如 還有什麼要說呢 這一部分 這裡都沒話說 因為我們這一群人的友情 抽損力 真是極端差 所以這一層我們是打得很煉 慢 哈哈 這個就是 遺憾 我只能說 還有我們是沒有 設位 即是我們那時候是沒有設位 因為這條片都好像是 一兩個月之前錄的 大家都是 不是打得很熟 現在基本上就KO了他 這個血量 BOSS 都很容易死的 其實真正的出奇衛 是BOSS戰的第二層和尾層 是特別要留意的 第一層也是 叫做小事 名仔刀 只能說 然後 正式落到第二層 第二層也比較多 要說 所以我要停一停 譬如 到這裏 這個是分身 這個是本體 那 BOSS戰第二層 譬如 我剛剛所說 如果你把一隻分身 或者一隻反射的重 放在剛剛那隻狗下面 那你這個位 就是這個 match point 即是match到 基本上 如果他購入一個弱點 給你 然後 就算你不爆幾 其實你 就這樣輕輕 卡 即是向上面 十度左右 卡 去彈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卡 四五百萬 如果他購入這個弱點 給你 你本身自己 設定位置在這裏 那 為什麼會說 要設定位置在這裏 其實因為 首先 剛才 明仔 BOSS戰的出期 第一件事 就是 本體 是有減傷的 譬如 金剛戰士 撞他四萬傷 一下 的話 如果你撞本體 實際上 只會扣兩萬 血左右 但問題 就是 BOSS 本體 是六百萬 血 然後 分身 就是三百三十萬 所以 你必須要 追擊分身 而不是追擊 半體 如果分身 死了 然後BOSS還要殘留 還要超過一半血的話 你是很大機會殺不及 而現在 有的 重的選擇 裏面 這隻牛 都可以 不用管 那繼續去 因為這段 我們都沒有設定位 所以我們現在 嘗試一下 入他下面 這個腳位 當然 除了這個腳位之外 他這個拳位 也是一個弱點 實際上 可以卡到 可以卡到 可觀的傷害 要小心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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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出 十字 範圍很恐怖 你必須要留意 如果一個 不留神 分分鐘 被兩條 一起照死 你就必須要小心 就像 現在 這樣 這樣就很痛 剛剛 那個 第一個出題 就是 本體 又減傷 你主力 要殺分身 或者撞分身 為主 這是第一個出題 第二個出題 第二個出題 就是 這兩章 倒數完 之後 我才會再說 這個 明仔 也不是太複雜 其實是容易打一個大一天 很多 我只能夠說 所以 如果你大一天都輕鬆過 的話 明仔 我相信你不需要太過擔心 當然你也可能要炒幾場 剛剛那裡 剛剛那裡 就不小心卡死了 那現在 就回血 這就是第二個 最重要的 tricky 位 BOSS 第二層 開始 本體 有個五湯 的倒數 就是一個回血 那 它的設定 就是 如果場上 有任何一隻 他以外的 珠 或者分身 的話 就很大機會 會回那隻 重的 血 會回那些 怪的 如果場上 譬如這個 分身死了 兩隻狗都死了 那就一定 會回自己 血 那你就輸了 因為 它的本體 是六百萬血的 然後 它有四五成的減傷 每一下 所以 你是殺不死的 實際上 如果你 不小心 在它回血之前 清掉整個場 你是 必死的 所以 有一個做法 都是最簡單 就是 你要吊住 分身的命 除非你可以 一下卡死 一下卡死 分身 連同本體 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們在這個時刻殺了 分身 我就知道一定是殺不及 所以我們要爆技 去趕回時間 也不怕 現在殺了整個場 這個就是 羅脈勾神化 不是太好的狀況 就是 因為 神化羅脈勾的技 不能夠亂爆 或者不能夠隨意地爆 這個就必須要留意 剛剛說的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 最好就是 你開波可以殺死 這堆狗 然後 放一隻分身 放一隻分身 然後 追擊 分身 然後 吊著牠的命 等牠不死 然後 BOSS幫分身回滿血 然後 你就可以一下卡 分身 再用分身打死牠 這個就是 你要注意 你可以選擇的東西 但是我之前就說 記住 牠的回血 有怪在這裡 是大機會和那些怪回血 還有可能 10% 甚至5% 甚至2% 3% 的小機會 是會回自己去玩你 你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基本上 牠都會被迫你輸 在這一刻 你不用想 然後 到 最後 BOSS尾層 BOSS尾層也是一樣 就是這隻分身 這隻分身實際上沒有什麼好做 它有一個 這個是隕石 然後 這個就是靠叉雷射 那你就小心一點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一個 直直直十字雷射 然後放地雷 然後 這個就是回血 5腸的回血 所以 5腸之內 你千萬要留活口 你不可以爆 你不可以爆你的技 我只能夠說 你不可以爆技 亂清掉整個場的東西 如果當你清掉整個場的東西 你已經可以告訴別人 你是輸夠緊的 是這一刻 因為 就算 日版這個時刻 有獸神化之後 其實都是叫緊緊 可以殺得切 我只能夠說 絕對不是無敵 然後到這個時刻 然後 阿波羅開弱點 其實阿波羅的技 打明仔 其實很好用 因為明仔 如果戒掉兩隻的話 一次過 它會開六個弱點給你 如果譬如你用路西法 那類的 有情技大範圍 還要痛的話 你一個有情技 可以片它三個 甚至四個弱點 其實你一個有情技 只是有情技 都可以打百幾萬 這個你必須要留意 到這裏 你會看到 我們現在正硬底 就是因為 它快要回血 我們怕上去 硬爆 上面的分身 它分身會死 我們就必定輸 當然 等它現在回血 我們就可以直接 咬它 還有最後兩個出拳位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這兩隻明仔 這個珠位 都是空心的 你可以自己嘗試一下 這兩個珠位 是空心的 你就不要被它霉 第二個最後的出拳位 就是 如果你要快殺明仔 尤其是尾塵 最佳的方法 或者最佳攻擊的地方 在哪裏 其實就是 這個分身 這個位 這個弱點位 如果當你設定了 這個人進去 這個位 然後給你弱點 是可以一擊別殺的 就好像 這個 金剛戰士的 撞手神 又或者好像 我最初給你看過 十幾秒一樣 就是卡三千多萬 都是這個位 這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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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窄的 因為我剛剛說 這個位是空心的 所以這個位 最多造成大傷害 但這個位 是必定卡四 就算卡不死 都說幾百萬 下樓的 你看到現在 就是九百萬 完了 就完了 波士戰 其實波士戰的流程 流程就是 差不多 你要小心幾個出奇 位 我現在再簡單總結 出奇位 一 本體 是有減傷的 四五成的減傷 第二個出奇位 就是你主力要打分身為主 第三個出奇位 就是 波士戰的第二層 和第三層 他都會五湯 就會回血 在五湯之前 你不能夠滅了整個場 你不能夠清掉整個場 你不能夠清掉整個場 只剩下波士 如果你剩下波士 你必死無疑 那第四個出奇位 就是剛剛說 尾層 這裡 這個主位是空的 如果你想卡 你自己留意 最後一個出奇位 也都最影響你勝負的 其中一個出奇位 就是 你如果要一下收他的皮 就是要卡 這個位 尾層的話 OK 然後 如果是 這個第二層 想收他的皮 就是最好 就是卡 這個位 主要戰鬥部分 說的話 就是這麼多 去到最後 總結一下 不動明王最好 最強大的 不動明王 其實就是第一隻 送給你的雙防重 就是防重力 和防黑洞的重 很少有 你抽不到人妻 抽不到神聖神 那些的話 基本上 都是要用他的 這個就緊的 但是 不動明王 就有幾件事 要說一下 就是 他有少少不同 就是 他的有情技 先說有情技 先說有情技 他有情技 就是大的白爆 但是爆炸 就是綠色的 就不會引發有情技 然後 就幾痛 有極低機會率 麻痹人 但是機會率低 低的程度 是低到完全可以 掃除了 OK 然後 爆炸 如果你炸 波士 弱點位 都炸到二十幾三十萬 然後 整隻 明仔最好評 最好評的地方 其實不是他的三圍 不是他的雙防 不是他的友情 而是他的SS 他的SS是29 21 然後 然後 就向左右開 就好像這幅圖 他向這個角落射射 他兩支 這手會這樣打 這樣分開打 就是會向兩個角落 左右開 基本上是反射Laser 譬如 這隻雞 過夜點在這裡 如果明仔在上下 或者水平這個位置 然後開一個垂直 或者水平的SS Laser 的話 最高的傷害是打到 190萬左右 這個是明仔 如果你好像這幅圖 這個 射法 你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使用上 都有一定的製爪 但是他潛在的破壞力就很大 而且 他也是 如果第一次打塔 日版的時候打塔 他是打塔30層 無課金寵的攻略 無課金寵來講 他是唯一一隻可以攻略30層 的一隻寵 因為他可以用他的Laser 一次過打完兩隻BOSS 分身連滿體 直接擊殺BOSS 這個就是明仔最大最大的好處 其實他最主要最強的就是SS 但當然使用上 你自己都要留意 要設定位置 今天這條片 其實只有這麼多 希望幫到大家 接下來 6號會拿到第一隻明仔 我只能夠說 最後總結 就是 多謝各位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這條片幫到你的 請給個讚 或者你追蹤一下我的頻道 今天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